这个农民有一个当宇航员的猛 听起来很不靠谱 他却用15年造出一艘火箭 同时引起了FBI宇航局CIA和军方的关注 为了不让努力付出东流 他果断登舱点火发射 用自己的性命做一场豪赌 所有人都为他捏一把汗 那么他能成功吗 查尔斯·法默尔拥有航天工程学学位 开过战斗机 也曾接受过美国航天局的航天训练 从海提士开始 他的终极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宇航员 可惜父亲的自杀中断了一切 查尔斯因为这次家庭变故离开了宇航局 就像他的姓法默 查尔斯回到德州小镇接受农场 成为了一个农民 幸运的是 查尔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坐拥漂亮贤惠的妻子 一个聪慧懂事的儿子 和两个可爱到抱的女儿 15年来 查尔斯从未放弃过成为宇航员的终极梦想 平时不管干啥都穿着宇航服 早已让他成为小镇的名人 还得到学校老师的夸奖 说他的cos提高了梦想的门槛 不像某些家长只会扮成小丑 只有查尔斯和他的家人明白 他是在玩真的 或捡或买 查尔斯从火箭回收厂收集了所有材料 在自己的骨仓里建造了一发导弹样式的火箭 大儿子夏普德15岁 就已在父亲的影响下 出落成一名小火箭工程师 他的任务是在火箭发射时担当控制员 俗话说十年磨一件 现在到了最后的燃料采购环节 个人购买高能燃料是违法行为 所以查尔斯约了从网上相识的二道贩子 两人在一个餐厅见面 对方本以为他最多买个几十磅 结果查尔斯张口就要买一万磅 二道贩子开玩笑问 你是打算发售火箭 是啊 被你猜中了 对方无语 直呼遇到了疯子 一万磅燃料需要五万美金 查尔斯再次来到银行 找老朋友贷款经理商量贷款事宜 可他为了造火箭 前前后后已经贷款了很多次 农场房子啥的早就抵押出去了 其中六批贷款已经预期 老朋友这次再也不信查尔斯的鬼话 拒绝再贷款给他 并要求他尽快偿还预期的贷款 毕竟银行又不是他家的 他也是个打工人 查尔斯无功而返 这个白发老头是查尔斯的岳父 一直助力女婿的航天梦 这天早上 查尔斯收到了银行三十天后 要收走房子的告知单 愤怒的他将一块砖头 扔进了银行经理的办公室 你不是要收走我的房子吗 那我就一块砖一块砖给你 爆发口叫的两人闹到了警局 局长是查尔斯的老朋友 让他给银行经理道了个歉 就把对方打发走了 局长劝查尔斯 该放弃那个不切实际的梦了 别让他去学校 找心理老师做个评估 心理老师也是查尔斯的老熟人 查尔斯没功夫在这浪费时间 就提及大学时代 两人一起浪漫共舞的回忆 拉关系 心理老师羞涩一笑 我只记得和你滚床单功夫云语那事 查尔斯无语离开 闯进大儿子夏普德的教室 要把他带走 年迈的老师温馨提醒 我正在上历史课 查尔斯回答 不好意思 你可能再教他阅读历史 而我要教他的是如何创造历史 抵押贷款30天后就要爆雷 查尔斯必须在那之前发射火箭 他需要夏普德这个工程师助手 两个女儿也顺便被带回家 可就在这个空档一群车队蜂拥而来 开始搜查查尔斯的家 两个八字胡FBI来到仓库被火箭吓了一跳 一番查看后发现竟然全是真家伙 查尔斯从网上非法购买高能燃料的邮件 已经被解惑 帮助查尔斯干活的加西亚非法移民身份也曝光 甚至鸡圈里的母鸡都惨遭搜身 但是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危险武器的证据 无法抓人和限制查尔斯的自由 FBI只能密切关注这个农民的动作 高能燃料肯定是不能让他搞到手的 两个八字胡探员十分无奈 整天盯着一个农民门火箭 对方最后要是不发射就显得两人很呆 但要是不盯着他偷偷发射了 那他们就更呆了 查尔斯找到律师朋友 说自己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向航天管理局提交了飞行计划和飞行器草图 法律规定宇航局不能恶意阻拦个人的合法发射工程 律师回答 对方肯定以为有人开玩乐 根本没在意 即便是真的 他们也会一直拖着申请 甚至可以任意扭曲法律 查尔斯回答 那你就把法律扭曲的更厉害点 你们律师不是擅长这个吗 律师无语 说自己在华盛顿有个好哥们 很擅长解决这种问题 然后第二天大批记者就涌来农场 他们听说查尔斯在自己后院造了个火箭 要上太空 或采访或直播 把这事整得全国轰动 查尔斯一下成了全民偶像 网络红人 还被誉为太空牛仔 这就是律师朋友的策略 利用媒体监督 把宇航局和FBI放在火上烤 让他们不敢搞违规的小动作 甚至受拔自乎探员的老婆还打来电话 让他顺便帮自己要个查尔斯的签名 脱口秀节目也抓住热点 主持人直呼 查尔斯打算和老婆离婚就直说 何必要用上太空这个理由当幌子 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 查尔斯开放了自己的骨仓 瞬间 加利比旅游景点还热闹 航天管理局的高层终于坐不住了 紧急开会商讨策略 他们内心恨不能把这个太空牛仔的脑袋 打到九霄云外去 但为了表现的公正公平 只能派出查尔斯当年的同事兼好友 布鲁斯上校去德州看看 闹得沸沸扬扬的太空牛仔事件 到底是怎么个事 残桌上 布鲁斯首先肯定了一家人的太空梦 听说他们的火箭还没有名字 还兴致勃勃开吹了投票取名 小女儿最喜欢吃糖 提议就叫甘草糖号吧 接下来还有罗金的火箭 小老婆号等 过程十分欢乐 但当布鲁斯亲眼看见骨仓里的火箭后 还是狠狠震惊到了 竟然全都是真家伙 查尔斯真的打算用这个东西上太空 他开始认真起来 劝查尔斯别冒险了 再说政府也不会让平民百姓自己上太空的 你这个几十万美元传的垃圾火箭一旦成功了 那会让他们每年花费上百亿研发设备 训练专业宇航员的行为 显得很呆 作为老朋友 我理解你的航天梦 但你应该以一种正确的方式上太空 去宇航局通过测试和训练 乘坐专业的航天飞机什么的 但查尔斯明白 那些都不可能了 自己如果还想圆梦 只有这一次机会 床下的两椅上 妻子奥迪趴在老爹哈尔怀里 他深爱着查尔斯 无条件支持丈夫的航天梦 也明白 一旦失败意味着什么 布鲁斯回去报告了事情详情 和查尔斯的态度 航天管理局 一群领导直接飞过来 临时征用了小镇的体育馆 跟查尔斯对簿公堂 意图驳回他的航天申请 开始就提出 心理医生评估查尔斯问题一大堆 大儿子夏普德才15岁 不具备当控制员的能力等 一系列问题刁难 结果还没说完 砰砰的声音传来 一个不知道篮球馆 被征用的篮球小子出现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接下来 查尔斯有理有据反驳了管理局 总结就是 太空不是美国人的地盘 任何人有权利去看看 无法从法律层面刁难查尔斯 航管局领导老图嫖 又在厕所威胁查尔斯 说美国军方已经锁定了他的农场 只要他敢发射火箭 几秒钟后就会被打成碎片 律师却告诉查尔斯 他们在吓唬你 越是这样 越说明他们对你束手无策 妻子奥迪去超市采购食物 结账时发现信用卡被冻结 再加上家庭负债累累 银行要收走房子的日期近在眼前 这天晚上他终于爆发和查尔斯吵了一架 梦想固然重要 可为了梦想赌上全部家当甚至性命 一旦失败 留给奥迪和三个孩子的 使破碎的家庭和巨额负债 发现过后 有道歉默默收拾厨房 深夜躺在床上 查尔斯说出了心里话 我最爱的就是你和三个孩子 正因如此 才必须做我坚信的事情 否则相当于我从没为他们做过任何事 然后就去了骨仓看着火箭发呆 隔天 岳父哈尔和查尔斯一起聊天 说他是个出色的父亲 自己连把一家人聚一起吃饭都不行 他却可以将家人团聚到一起梦想 还一语惊醒梦中人 让查尔斯从贴满广告的赛车上找到灵感 于是他开始去小镇的各种商店拉赞助 承诺自己会带着他们的商标环绕地球 结果谁都不傻 火箭发射成功希望渺茫 最终只愿意出一些炸面圈 咖啡果真什么的食物 一家人倒是吃得很开心 只是女儿给外公送炸面圈时 发现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哈尔的葬礼并不豪华 但老朋友却纷纷前来悼念 多日过去查尔斯找到了替代燃料 将煤油与连安混合高压注入 能量也可以把火箭推入进地轨道 重要的是这两种燃料骨仓里都足够 他针对新燃料将发动机进行了调整 律师告诉查尔斯 航管局打算60天后再给出飞行计划审核结果 显然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于是妻子第二天起床就看到了查尔斯的纸条 同时一声巨响地面颤动 骨仓里的火箭正在发射 可惜只上升了几米 火箭就突然一歪 光当倒地 然后如同一枚倒了的大号二踢脚 以每小时320麦的速度窜了出去 奥迪赶紧告诉孩子 你爹飞走了 然后开车猛追 太空舱在荒郊野外与舰体分离 翻滚着摔下山崖 医院里医生告诉奥迪查尔斯腿断了 肋骨断了 肩膀裂了 奥迪问就没点好消息吗 医生回答他还活着 查尔斯昏迷期间 小镇民众自发送花祈祷 但同时关于太空牛仔的条幅广告等 也纷纷撤下 所有人都知道查尔斯失败了 航管局老图皮借机举行新闻发布会 太空不是普通人的游乐场 希望这次致命悲剧能警戒大家 不拉不拉 查尔斯这篇悠悠转醒 妻子就在身边默默守护 沸沸扬扬的闹剧结束 没地车呼啦啦的开走 火箭残骸被送回农场 大儿子夏普德骑着马失落无比 奥迪却松了一口气 人还在 他们终于可以过平淡的生活了 令人惊讶的是 哈尔去世前留下了遗嘱 20万资产 10万现金 一些股票债券 全部都属于查尔斯一家 这些资产足够从银行手中赎回房子 并且还有富裕 可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 就在查尔斯打算把火箭零件扔到垃圾厂 和妻子儿女过平淡的生活时 奥迪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把本来要还贷款的钱甩给丈夫 告诉他继续他的梦想 因为这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孩子们崇拜想上太空的查尔斯 小镇人们期盼太空牛仔的奇迹 他希望查尔斯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于是查尔斯重燃斗志 在全家人的帮助下 重新设计火箭 自己也开始康复训练 一个月后 一艘崭新的火箭 和一个健康的查尔斯新鲜出炉了 火箭还有了名字 梦想家号 发射前夕查尔斯说 他父亲不是死了 而是放弃了 无论这次发生什么 孩子们都不会看到他放弃 这就是一个父亲 给孩子们上的一堂人生课 两个在荒野无聊套圈的八字湖探员 突然接到总部电话 嫌犯查尔斯正在买燃料 一群人开车迅速去拦截 绕了超大一圈后 发现中计了 开车的是查尔斯的工人加西亚 FBI们又赶紧赶往农场 同时 一罐车燃料早已运抵农场后院 查尔斯正在和家人一一告别 女儿给了他一包糖 妻子说等他回来吃晚饭 夏普德如愿当上了控制员 舱盖缓缓打开 一切准备就绪 倒数结束后 火箭点火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这艘钢铁巨兽缓缓升空了 半路的FBI和小镇居民 都看到了这壮观的一幕 燃料正常 氧气良好 藏牙正常 一切正常 很快 宇航局中心就检测到了不明发射 看着直奔地球近地轨道的飞行器 工作人员条件反射鼓起了掌 火箭成功进入太空 返回舱顺利脱离 随后进入地球轨道 成功了 一家人的梦想真的成功了 看着蔚蓝壮观的蓝色星球 查尔斯难难道 这里就是孕育梦想的地方 喜结而气的他和家人通话 多希望家人也在这里 看看这壮观的景象 突然 他想起了女儿给自己的那包糖 打开后糖果飘了出来 吃下一颗也算替女儿圆梦 突然 通讯灯闪烁并熄灭 太空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地球上 老图片紧急辟谣 没有火箭升空 不是查尔斯 你们别瞎说 这种打脸的事 政府部门断然是不可能承认的 农场后院 查尔斯已经失联8个多小时 预计行驶了15万英里 夏普德推算 父亲如果想重新进入大气层 可能要绕地球十二三圈 但是如果这样 氧气就不够了 他不肯睡觉 守在控制台前 太空上 查尔斯正在检修电路板 原来是线路接触不良 修好后赶紧重新呼叫儿子 夏普德没有让老爹失望 抓住短暂的机会 重新设置坐标 配合老爹重新进入返回程序 返回舱冲入大气层 减速伞顺利打开 查尔斯成功降落在大平原上 钻出返回舱 他再度感受到了大地 日落时分 妻子载着孩子们 找到正往家方向步行的查尔斯 一家人幸福团圆 电影最后 查尔斯的事迹轰动全国 还上了脱口秀节目 普通家庭 丈夫想买辆哈雷都难 查尔斯却能让全家人支持他 冲出大气层 可怕主持人羡慕坏了 农民宇航员 上映于2007年 是一个准宇航员用15年证明 有智者施敬成的故事 从现实来说是一部很扯淡的电影 但更扯淡的是 看完之后却让你动容 因为除去科幻的外衣 这其实是一部讲述爱情 友情和亲情的电影 更是一个讲述普通人和家人一起实现梦想的故事 这正是好莱坞电影经久不衰的原因 具有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